各位鼎姐妹,歡迎你們來到這個今日的《色經》的網上討論會 我們這次研究是繼續講到聖靈充滿如何應用在各樣的事奉 但是在開始這個主題之前,我們有一個問題想問的,有人想問的,請你說吧 是,牧師,有人問我怎樣可以火熱起來自己 他覺得自己不夠火熱 我就問他有什麼卡住了你呢? 然後他就說,可能我不知道目標 我就說,你可以說清楚一點嗎? 他就說,我不知道依靠神之後可以為神做什麼 我就回應他,首先要自己願意把枝子連於葡萄樹 而至於這個計劃,神在你身上的計劃 當你連於他的時候,神就會一步一步啟示你 我想請教牧師,我這樣回答是不是對的呢? 好的,你回答是對的 我們亦都可以更加全面性去回答,從神的角度去回應這件事 也都可以將來我們每一個人激勵別人的時候 激勵別人怎樣有心進入神的計劃,聽完神話的恩典 首先我們從整本聖經我們看到神的計劃和心意是什麼呢? 神的計劃是祝福世上的人能夠有更多人的認識他 神是很想拯救更多的靈魂 好,神很想拯救更多的靈魂,很想使用我們 神也是在我們每一個人生命中都有奇妙計劃的 在比特前書說到我們是一個君尊的祭司聖經的國度 被簡選的族類,屬神的子民要宣揚那自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神是有一個很奇妙計劃,這裏是講到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神都會有一個奇妙計劃去發揮我們的生命 神的奇妙計劃使用我們祝福別人 但亦都會包括我們整個生命的提升 因為耶穌說我來是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還有神呢,在詩篇16篇那裏說到 就是有恩惠慈愛除了我的 就是神的恩典是一直除了我們 這個在詩篇23篇那裏說到 神的恩典是會一直跟著我們,是直到永遠的 所以我們可以很深信,我們走完神的路 也都神會,我們先求神的莫同的意 這些一切會加給我們,我們的供應會加給我們 還有神為我們預備,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生未曾想到 所以這個是會包括全面性的生命的祝福 那這個祝福的目的呢,就叫我們能夠榮耀神 每一個人,不是每個人都做傳道的 但是無論祂有什麼崗位,祂滿有神的生命呢 祂自然就會流露出神的愛啊,神的憐憫啊 神對人的關心啊,幫助啊 祂在祂的言語行為就會影響別人 那就是說,其實神已經有計劃在詩篇139篇16節開始那裏說到 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天已經寫了你的賊相 神已經寫了在賊相的了 神在每一個人生命中都有一個奇妙計劃 而在羅馬書12章1到2節就講到 當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際 武效法這個世界,心意更新而變化 就能夠進入神的善良、順存、可喜悅的旨意 順存就是完美的 這個旨意呢,是完美的 是整個生命的祝福和提升的 是有封聖的生命,還有各樣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神負責,不是我們負責 我們不用擔心我將來做到什麼 是神會使用我們 因為聖經有講到,神簡選軟弱的 叫那些強壯的羞愧 就是簡選如絕的,叫那些有智慧的羞愧 就是不在乎我們有多聰明有多有能力的 這個部分呢,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我們聽神話呢 親近神,遵從神,侍奉神 時時都是榮耀神,想到神的尾線 那這個動力呢,應該是想到神的尾線 就不可以想到,我要做做做做做做做,我做了很多很多 有些人想到這樣的,好像做了一隻牛,那神就會祝福我 那幫我又做不到好像一隻牛那樣 那他想到,跟從神的路呢,是很辛苦 還有呢,就是覺得那條路呢,是你要辛苦才得到的 但是其實聖經是告訴我們,我們一走那條路 神就喜悅的了,我們一悔改天上,為我們歡喜了 我們一親近祂,祂就馬上親近我們 我們一愛祂,祂就即時將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給我們 所以聖經是說到呢,神是很樂意給我們 還有祂是,祂不是要我們完美才給我們的 當我們開始聽話呢,生命就開始封聖的了 所以回應第一個問題就是,祂不知道祂生命可以為神做什麼 那我就說,這個部分你不用去擔心 這個部分是神已經計劃了的,只要你聽話呢 你就會入到這個計劃 那而鼓勵祂愛神,委身呢,那我就會這樣說了 那很簡單的四點,第一,神很愛我們 第二,神看我們很寶貴,很重要 很想我們每個人都進入這個寶貴的狀況 每一個人都給神大大的提升和祝福 神很想的 那然後呢,第三呢,就是我們親近神,遵從神,侍奉神 一定蒙福,一定整個生命全然的提升 必然提升的 那然後第四呢,就是說,當我們不聽話,不遵從神 不去發揮生命 在最終,就必然有破壞性 沒有走機的,一定有破壞 因為呢,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而我們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 神掌管了我們的一切的祭遇 我們面對的一切的東西 我們所有的機會都是神給我們的 神是掌管一切的 那你是想跟從神呢 還是不是想跟從神,想得到神的祝福 因為不是得到神的祝福呢 那也有些人呢,對於神呢,是有些誤解的 就是覺得神呢 就是不會將最好東西給我的 神呢,是很孤寒的 神呢,是很難去討好祂的 是條路呢,是很艱辛的 還有有些人說,誓奉神呢,就一定是苦的 就是很大的錯誤 就是因為他講到背十字架 就是很苦的,一定是很苦的 其實耶穌不是這樣講到很苦的 背十字架,就是我願意為耶穌而死 我願意放棄生命 就是好像當日釘十字架那樣 那我是願意放下我生命,我不計較 但是神必然是詩恩,要我們活得 每一天都喜樂,平安興省的 OK,那所以我們對神的觀念 的不同呢,是會影響我們怎樣發揮生命的 好,我只是先所講的,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呢 很清楚,謝謝你,立非 OK,好 那我也希望大家聽到之後呢 都會這樣被神激勵的 就是我走上神的路一定無封 那我也想補充一點 這個整個世界的歷程 是為了拯救更多人的 這個整個世界的歷程,什麼一切的事 其實是都不重要的 這個不是很多人都會這樣看的 因為在神的永恆來說呢 這個世代的歷程,自從阿當犯罪之後 甚至想去拯救人 其實一早已經想的,他一早知道阿當會犯罪 他知道的 那有些人當然說,那他為什麼還要做人呢 那這些是我們不能夠完全解釋 不過這個我用人的想法去反思這樣想 神其實是給人有機會的 比如在阿當犯罪之後 阿當是知道神的存在的 他也知道神的美善的 他見過伊甸園的 所以他的子女應該知道的 他應該有告訴他的子女聽 我是第一個人 就是他們每個都知道阿當是神做出來的 那其實他們有機會的 那他們只要聽神話 他們就可以蒙福了 那然後到羅雅了 羅雅出方舟 那時候的人 羅雅當時對那個世代是一個警告來的 但是那些人就不聽話 那神是諸事就挑選了羅雅一家 那我再說一說之前 就是阿當是當時世代的見證 那些人應該是會聽從神 遵從神 看到跟從神是很好的 就是神的心意在那時候 就是想那些人都跟從他聽從他 那譬如有以樂與神同行三百年 神就將他取去 那這個也是一個見證來的 當時世上一個見證來的 那很大可能 阿當夏娃是仍然保持與神的關係的 那他們的見證都是一個影響當時的世代的嘛 那所以神都是透過他們向全世界宣告 神是拯救人的 神是賜永生給人的 不過人不聽話 於是就有這個洪水 那在洪水的時候也有一個警告的訊息 那然後呢就在洪水之後 那羅雅和三個兒子出來 哇看到神的審判 是不是應該三個兒子都很聽話呢 但是呢他們分散去全世界成為世界 所有的民族 但是他們並不是聽話 這個是人的不聽話 但是其實羅雅和三個兒子應該是對他們的後代是有影響的嘛 他們告訴他們 我們怎樣出方舟 方舟怎樣在洪水的那些人全部死光了 那應該那些人呢 全部都會 都會說 哇 那我們真的要跟從神啦 但是人就是這樣 肝硬就不肯了 但是神依然是去做功的 那然後神就 揀選阿伯拉罕了 那揀選阿伯拉罕呢 其實就是對當時的世上的人 一個提醒 一個警告 一個訊息來的 那有些外邦人都跟從了他們的 去信從這個真神 在埃及地 他們看到神的榮耀 不過他們又很深硬 他們又沒有跟從神 就是人 是屢次都是深硬的 那 就是說在整個過程 神的心意是想去更新拯救更多人 世上的一切都要過去 世上的東西都不是最重要的 這個只是維持我們生命在世上 但是神的計劃就是那條路線一直都是使用他的疑慮去拯救更多人 那那些聽他說的人呢 神就很歡喜的 這個人聽我說 這個人對神的天國很有心 我真的要祝福他 神就會加力給他 賜智慧給他 賜機會給他 讓他影響更多人 這個就是神會做的工作 所以當我們明白神的計劃呢 是跟他的救恩和更新人的生命有關的 那我們就會有心去走神的路 而最後聖經講到大災難 我都時時去思考的 到底大災難又有什麼目的呢 為什麼要有大災難呢 如果就這樣 世界末日就好 簡簡單單的 不用這麼多災難 不用這麼多困難 這個是人的想法 但是呢 我就會這樣看 大災難其實是神的一個很強烈清楚的見證的時刻 第一 看到敵基督的作為 非常之明顯的 就是有人自稱為神 還有他會行一些假的神跡 就迷惑很多人 就看到這個 他的邪惡的力量 那如果一個人 他的心裡面去尋求神 他就說這個世界現在真的很有問題 到底這些是 就是為什麼敵基督會這樣的呢 那他們會尋求 那神也都在聖經很清楚講到 就有三個天使在空中宣告信息 那麼就 還有呢就有兩個傳道人 穿毛衣的傳道人呢 他就向全世界宣告信息 其實在那個時候 一方面呢就被人看到罪惡和魔鬼去到的位置 然後另一方面呢就是神的作為同時是彰顯的 而有些災難很明顯是攻擊不信的人 譬如開了這個毛底坑的時候 那些蝗蟲呢 只是咬那些沒有神印記的人的 還有呢在其中的災難呢就是 這個獸的國就黑暗了 那所以那些人就知道 其實魔鬼是不好的 跟從敵基督是不好的 他是沒有勢力的 所以那是一個土地性的一個見證 讓全世界的人看到神的真實性 那也都因為在大災難呢 一定要拜壽才可以有食物 那所以基督徒如果想要得救 唯一一個方法是全然倚靠神 所以在那個大災難的時期 神就是想基督徒呢 是全然倚靠神 不倚靠任何的 眼見得到的供應 或者自己有的錢 都全部變為無用的了 因為那時候沒有獸人記 有錢都買不到東西的了 那這些都是一個 在那個時候人唯有倚靠神 那很明顯就看到到 大災難的目的 是叫人全然的倚靠神 看到神的作為 看到魔鬼的醜惡 看到神的能力和美善 看到那兩個見證人 他們能夠有火發出來 攻擊那些抵擋他們的人 那些人攻擊他們 他們又會有火噴出來 可以殺死他們 那這些都是讓我們看到 神的權能和恩典的 目的都是想更多人得救 所以我們看到 整個過程 神的計劃 都是和救恩和更新靈命有關的 而我們走在這個計劃裡面 神一定會保守我們的 OK 所以基督徒 我們尋求生命的路向 就是我們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是傳導人 但是我們都會說 神有什麼地方你想使用我 譬如我是做什麼工作的 神你怎樣使用我去榮耀你 我們就尋求方法 而這個世代呢 我們感謝神 有這個互聯網 是一個我們很廣闊的機會 在敵基督出現之前 是一個很廣闊的機會 我們可以每一個人都去作證 每一個人都去影響周圍的人 是會有影響力的 那有沒有人有問題 或者回應 關於以上我所講 神的計劃在每個人身份中 和動力去完全毀身 都會看得到 心有什麼都會看得到 心有一層 最大人都會看得到 神的極寶 也會看得到 所以公主 神的世界 神的世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